這次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105號碼頭的問題 或者是關於捷運的路線的問題 而是你看到這個家族 他真的是貪心到不行 到現在都不用說來道歉大言不慘 你如果說中央選區現在這樣的意識形態 比這個選民服務還重要 我不曉得他們的選民服務是指服務自己人 還是什麼叫做選民服務 那什麼叫做意識形態 尤其這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全台灣的選民或者是民眾 都不可能忍受一個民意代表 或者是家族中有兩個以上的民意代表 長期擔任國會議員跟地方議員 結果竟然侵占國家的資源 把國家的資源拿來當自己私人的利益 來分給民眾或分給自己周邊的人 我們國會議員要去爭取的 就是國家跟地方的資源 回到地方來給民眾可以使用 國會議員應該去做的事情 是針對民眾的需求 地方的需求 國家的政策去做質詢 去做要求 那這次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105號碼頭的問題 或者是關於捷運的路線的問題 我相信民眾都會知道 這絕對不是什麼意識形態 而是你看到這個家族 他真的是貪心到不行 尤其是把公眾的資源 公眾的利益 看在拿來當作自己家 累積財富的財產 這是非常不可取 非常糟糕 在公職上面 到現在他們還可以到現在 都不用說來道歉 大言不慘 我相信全部的民眾都不能忍受 並不 garant把兩個相ck Estado 維吾坡 甚至NI 私不ốn初恒 什麽 自由 punt